透过书法艺术,圆儿法师也希望能够与大众广结善缘 圆儿法师为尼泊尔人,自幼经研巴力文 其书法编排独创一格,展现庄严智慧的风采,令人惊艳 所见者皆心生欢喜 他的愿力是希望能够复兴尼泊尔的佛教 也一直谨记师父艰辛维持佛学院,以及教育培育他们 有朝一日能够回到家乡弘法 依止传校法师之后,善因缘和合,建设佛学院有了开始 尼泊尔慈恩佛学院的理念,希望建设佛学院 复兴尼泊尔的佛教,培养佛教人才,以及推广文化艺术 让小朋友在学习超经当中来体会佛法 这里有很多很多学生的作品在这边 为了这一场的展览,我就请所有的尼泊尔小朋友 我们一起展览,我给你们很好的机会 你们超的经文不是只有放在尼泊尔,我可以让你们传到全世界去 所以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的作品 所以这个超经文里面真的有界定会 希望这么好的超学经文可以传到全世界 就是我的心意 我一定传了好多好多的国家 所以今天你们有来拜访 我也希望透过我们的电视台 全台湾知道超学经文已经到哪里去了 因为是在台湾学到这个东西 我去哪里全世界我先会讲 台湾就是我的,怎么说,起法 超学经文来红法的地方 我到泰国去读书 在斯里仁卡读书 到很多国家去读书 用这个文字来写这么漂亮的字 谁也没有欣赏 但是台湾虽然看不懂我的那个泛文字 好多人欣赏 因为是这里有那个书法的笛子 用书法来红法,书法来展览 用书法超学经文来学习佛法 所以从这边我就领悟到了 超学经文多好 这一次佛教美学特展 在高雄金山寺的二楼展出 展出日期到10月21号 作品包括有 《禅艺莫宝》 《梵文八立文书法》 《古文法轮》 《简字佛经》 《海景画作》 以及《传统书法》等等 每一件的作品都独创一格 展现出庄严智慧的风采 欢迎民众到金山寺参观 十方新闻郭亦文、许建益 高雄采访报导